好 我想你們這首是我的贊助最重的 裡面到底是什麼燒來做你來攪拌 啊 要快等了 來 先來看鎚鎚鎚鎚來 唉唷 台中市的這個霧峰 來 我跟你說 這絕對是太水泥了 欸 霧峰是 霧峰是一種人說 煉霧的嗎 還是水泥啊 不知道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這樣骨頭下去 好 你骨頭下去好漂亮喔 也是一樣 這樣把它1 2 3 把它過出拉 好 你怎麼去插到 嚇到 來 割那個高空 喔 裡面還有一支毛 好嘞 那不漂亮 你可以姿勢稍微刷一下 來 一樣 1 2 3 進廣告 唉唷 這啦 這什麼 TWOS 什麼STAR 這不知道什麼什麼什麼 這不知道說這支STAR 我的小孩不知道是生生的 那這 這個 COMPER 這什麼機械鎮壓 那後面 不用都會用那個 所以這就是 空鴨子 對不對 應該是 好 來 拿出來 奇怪 沒台沒錢 叫我這個空鴨子來的時候 到底 幫助擺都學什麼 但是我跟他說 這個粗 它就是 你知道很大嗎 沒有 應該是人家說什麼 一公分還是什麼 這專業名字我沒什麼知道 因為美麥的 那要說得那麼大 就好 我就是風車贊助 這到底 是有什麼用意 在我們研究的 唉唷 來 看這看這看這 來 你射這樣 唉 DC12V 一樣那一支 嚇到 噢 它好像十二毫度的 那種 空鴨子可以整在車上 我之前看的 那發財有爭 噢 白同學 真的跟它心心相應 對啊 來 角度用水來打開 這樣拆這個角度好漂亮 我都相信 然後 這個要怎麼拿下來呢 我跟你講 那個拆封的時候 一定要噴那個味 噢 那對台中有風來 它很方便 它做一個可以冷的 你看 這個可以冷的 你看嗎 對啊 好 來 1 2 3 噢 真重耶 來 來 這個 這個 我告訴你 你把它拆不拆下去 這個過得怎麼樣 做壓力 噢 所以一次要兩隻 剛才兩手 水比較不適合 它 這個先把它拿開放好了 來 好 你做要拆一下 拆不漂亮 它這裡要 我們要把它 剝開 要不然它這個 頭會去照住 OK 對啦 欸我第一次看 這種十二十特的那個 你看 你看 這樣 對 好 好 這比你把它切成 湯來 什麼 更加那個 興奮 噢 我是說 百人到三天 它這個 這個東西 奇怪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做得那麼重 好來 開始 先來研究 來這邊 它就是 你能打開 今天沒關係我骨頭沒來 沒差 它這個 好像一個氣缸 然後 十二毫度的山在這裡 這應該是開關 對啊 來 鏡頭給我 奇怪 這無油式空壓機 我第一次看 無油式的優點 好像就是可以 那個直接平躺下去工作 它這個材質 好像鋁合金的感覺 對啊 它這個作用原理 我後來 因為它的官網看到 裡面好像一個撇斯洞 不知道什麼特殊材質 真聰明 拍完做的 對啊 台灣之光 然後再來 拍一下它的細部 它的壓力表在這裡 它可以打到 12公斤 但一般 那個廠商說 它好像 空壓機一般 都打到6 就可以推動 對啊 那個 公斤數的時候 PSI 跟175 來 然後那個 我來看其他 我就想說這個 它這個旁邊 我有看它做這個C盤 有沒有 因為它 可能可以做 放在車上 所以它就是 無油式的好處 就是可以這樣平躺下去運作 然後 我們來看傳統式的 白龍學進場買的 那台 那台 那個什麼 裡面換油 就是這樣 比較傳統式的 然後 它這裡 對啊 欸 我這 腳踩到100 150PSI 而已 10公斤 我再看一看 我又設定 踩到12 對啊 但是我 有問它 它說好像 它設定是在8 你可以 經由那個壓力法下去 調 但是 沒關係 另外更動 好 來 我們要實測之前 我們這個先把它剪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那個 內部的說明 來 攝影師來試試看 啊我用腳架好了 來啦 用腳架 你再看來清 它公司也有出那個 110伏特的 那它的特性就是 中生棉泛油 那裡面有什麼 活塞式設計 我有去觀望給它看 裡面好像 一張 不知道 鐵夫爐什麼 就是可以在那裡很久 可以橫放 所以你看白龍學觀察力 好 我都是習慣先 開箱才看那個 說明書的 然後 横放 再來 那個 汽車電瓶專用的 就在這裡啦 12伏 然後分離式 它這個 湯子和那個 湯線也能分開 汽車電瓶專用 好 我看到這東西真的有興趣 感謝 齊春企業有限公司贊助 謝謝 來 開始試機吧 來 試機白龍學用之前 罵去換下那個電瓶 我現在把它充飽 電瓶先試看看 來 12伏特性看看 正負機看看 我是用那個刻度試用時 這樣指針在掃比較清楚 好 因為它有跟我講說 那個瞬間耗電量好像是在40A 所以白龍學 就是先模擬這個乾電瓶試看看 因為 你如果要用之前有沒有 割好的時候 你車要換 開關才可以拔下去 不然用過多久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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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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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這個聲音比我想像中還小啦 他說在打的時候這個很燒的很注意的 還好呢 等一下我們就是讓它全部打完 我們把它看那個裡面那個耗電是多少 順便測試一下 等待過程當中白龍學跟我說給你聽 從前有這個小白兔 叫它怎麼樣 壓到壓到它去 他只要說擠一下 還說一句怕到 這個打比我想像中還要騙 那個助理你幫我現在用12伏特看上去 現在是在跑他會吃多少電 順便正負注意一下 我看一下 還好啦 好棒 原廠說用到巴 好棒 好棒 來 開始要來檢視了 來 打好之後 這個開關 在這裡 OM跟OFF先把它關起來 比較不會讓我們跳起來 來 我們來檢視一下 看它剛剛打到門 那個它的電壓有沒有少很多 我也是刻度感 我也是用10 來那一下吧 這個 你看那尖在掃 那不減啦 你還比我想像中心燈 你看這個是50 到現在是 11.5左右 要來試東西 就是這些啦 來 這個觀眾要把它破出來 我還算我這個講 我覺得很爽 我骨頭下去 它這個有一個 訣竅就是說 你看 這上面那個什麼 12mm 的那種講 有沒有 它就是說 你如果說 要用那個 電子 要打風 有沒有 噴噴那一種 你就是要用1.2 就它瞬間那個 蓋在掃好 不然你如果用 原本這一種 那個什麼 8mm的 它瞬間掃開 不夠 它那個刺牙也比較不夠 喔 那是那個廠商給我講 喔 真刺 很期待 從前有一隻小排兔 怎麼樣 來 那個是很吃夠吃 哈哈 哈哈哈哈 咬五十塊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這攝影師很高興 耶 這個包皮把它剝開 齁 你也可以把它剝開 剝開 唉唷 今天 拜登學的手一隻 沒有爛耶 來 再來 我們先用這個 掃氣鋼的好了 喔 來 瞬間喔 來你先來看那個 照顧 這個空氣 來你這樣 空氣這個減很快 我先噴一下喔 來你這樣吸不住喔 喔 你看 對啊 你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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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只有讚而已 所以這種東西的話 我是覺得非常好用 但是客難式的話喔 那是什麼 你可能也是電瓶要爬 要不然它那個 空氣再少要很快 對啊 來換這個 這支排兔學 以前要買這個 那個氣動式炎魔機 不知道去買就這個了 那時候加了八百塊 高中的時候買這支心圓 這就是那盤這樣 要噴噴的 對啊 這切 然後到這裡 噴噴 噴 白東學是很想要去那種 那個什麼 風情有喔 但是因為白東學就是 沒有那個 高那個空壓機 之前也不知道有這種東西 所以白東學的手頭都沒有風情 那氣動工序也沒有 喔 全部做我來抓一下 同學 那白東學今天為你們所開箱的這一台 齊春股份有限公司 他們製造提供的這一台 12伏特的直流電空壓機 開箱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全部都可以抓一下 我覺得後面這種東西是有夠聰明 齁 而且我覺得它的質感是做得真的非常好 然後下一集 白東學會打在那邊 你知道嗎 我要把這個 裝到我的139上面 讓我那一台車變成 全天下無敵的工具車 齁 歡迎你們那個工具廠商來贊助我 那個AR Lens 齁 要聽好 對啊 不然白東學去買這個機的就沒了 好啦 開玩笑的啦 但是如果真的要贊助那個白東學的 歡迎你們私訊我的FB齁 提供一下你們的產品 好的東西 我們分享同學看齁 大概就這樣 節目最後 記得按摩 訂閱白東學 訂閱架子 掰掰